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14日 今天上午制作了一个视频节目 谈到了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落马的消息 那么现在呢 接着要谈谈另一个有关反腐败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刊登在人民网上 给大家看个截图 截图 广东检察院对黄彦行决定逮捕 那么黄彦行呢 是广东省惠州市政协原党组书记 主席两个职务啊 那么为什么要抓他呢 简单的讲啊 这个案件肯定和这个原先的广东省委书记啊 工区团队的大佬胡春华有关系啊 这才是关键 中共的官媒就是这样啊 他讲一半藏一半 你不分析你不知道啊 我们知道现在反腐败运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就是什么针对这个第六代领导人啊 这个孙政才倒下之后啊 也就留下来的目前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胡春华呀 这几天关于这个胡春华大本营啊 也就是说他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啊 主要是内蒙 广东 河北等地的这个腐败的官员的报道非常多啊 并不是说这些地方有腐败 其他地方没有 而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胡春华本身啊到目前为止啊 没有被这个习近平啊 主导下的这些纪检监察部门啊 查出有什么经济问题 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培养的和纵用的 过去与他工作上有交集的一批官员啊 这个没有问题 现在看来呢 过去他在这个内蒙 在这个广东 在河北啊 和他有过交际的一大批官员 都纷纷的落马啊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啊 是 6月12号啊 这个胡春华 似乎给外界一点感觉没有啊 还在安部就班呢 在访平问苦 他到哪里去了 在安徽的六安 那么新华社合肥 发的电稿讲到呢 这个胡春华啊 在这个大鳖山 这个这一带啊 这个到老百姓家里啊 去查看这个 这个脱贫攻坚的一些情况啊 也在这个地方官员的陪同下 这个忙的是不亦落伏 但是这个当地的媒体也好 还是新华社的媒体也好啊 都一字不报道 哪些人陪同他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这些官员来讲 如果高调的亮相 都担心 下一步遭到证速啊 那对于习近平来讲 如果 很多的官员呢 都纷纷的跟随着 这个胡春华 前胡后佣 那似乎也显示 胡春华 后劲太足了 由于这两个原因啊 所以 新华社的报道 只字不提这些官员 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那么胡春华本身啊 他为什么要到六安这个地方思想 要到安徽 他不选择 这个习近平这些团队啊 自将新军任职的地方 那是因为什么呢 那些 这个城市啊 那些省市的这些领导人啊 未必给他捧场 很可能是他受到冷遇啊 也很丢面子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六安这个地方呢 不论是这个书记 他叫这个孙云飞啊 还是这个市长啊 叫叶陆松 都不是这个习近平这个底细的啊 那么过去他们都曾经比较长的时间 在这个呼吻那个年代就已经认知了 特别是这个叫孙云飞的啊 他是安徽师大毕业的 毕业以后呢 就在这个回北组织部工作呀 后来呢 到了这个基安啊 这个等地 福阳 在这个安徽省的基层都干过 那也就是说他身上 这个派系色彩不是太明显了 至少不是这个胡春华的 这个对立民啊 所以胡春华到那个地方去 最起码这个 从这个组织 这个人类关系这个角度来讲 还比较顺畅 而且呢 更为重要的胡春华也知道自己啊 身处这个危险当中了 那习近平一直想在下一步要整肃他 虽然是抓不到他的把柄啊 但是正在找他的麻烦啊 同时又跟他肩膀上压上了很多的 这个重要的工作的担子 你像这个扶贫领导小组就是一个典型啊 此外还有农民工讨薪 还有诸禄保卫战 还有这个 这个等等其他的啊 繁杂的这个工作呀 他也知道自己这个 未来的仕途啊 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分类的小心啊 他也本身从 从胡春华的角度来讲 也是 这个 读书很多呀 他本身是这个 这个 这个粉碎斯人帮之后 上大学的 不是工程兵学员 所以说很有学问 胡总而知道 这个六安这个地方有一个成语啊 叫什么 六地平安啊 永不反叛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 网络上的信息啊 也就是在汉武帝那时期啊 就流传这么一个故事啊 通过这一次这个外访啊 他也想 这个对于这个习近平 释放一个系号 就是我呀 没有意思要反叛 但是习近平 他这个文化素质太低 也未必能看得懂 而且即使知道了 也未必能放过他啊 所以说 这个胡春华看来 这一次到这个 这个六安 也是 这个 这个非常认真 深思 这个熟虑啊 那当然了 六安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 这个脱贫攻坚的啊 革命 所谓革命老区 经济比较落后一个地方 2019年呢 就省委书记啊 就李锦斌的 就曾经到这个来调研啊 来这个了解这个 访评问苦的情况啊 但是中共这个当政之后都 公安员自己呢 有了物质待遇之后啊 就已经忘记了 这个战争年代啊 这大跌山 去老百姓 对他们的支持啊 过去我在一个节目当中 曾经不客气的讲过了 我成为这个白眼狼 这个作风啊 那么这一点 今天就不再重复 我要讲了什么呢 就是胡春华 一边在这边工作 一边那边呢 成功这个 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啊 对他的敌系 进行严厉的打击啊 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最近的一连串的消息啊 6月11日 阿尔多斯达住特企人大常委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叫王永峰的啊 这个也是被这个抓捕啊 那么此外啊 还有这个另外的 这个一些这个官员呢 也都属于这个 这个内蒙的啊 你像这个八岩市 这个前几天讲到了啊 他一个副市长 这个郭刚 也是接受这个处置的调查啊 此外啊 还有这个呼伦贝尔 这个6月2 6月12号公布的 市这个巡使员呢 叫赵锡城 也是算开了 其实这个人都已经退休了 但是退休了 也不能放国 等等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山西这个社会书记啊 这个石泰峰啊 和这个赵乐记是密切的配合啊 他们都知道 习近平现在所思所想 也就要严厉的打击 打击这个啊 共青团派这个 胡宋华工作过的一些弟系啊 所以说有针对性的啊 整肃这个这些官员啊 此外还有这个乌兰查布政协主席啊 常永复 这一次呢 被判了有些都已经11年了 等等啊 你就可以看出这些随便举的例子啊 你就可以看出这种斗争是非常非常激烈啊 其目净的时候就是担心啊 这个胡宋华的权力进一步上升啊 在党内啊 权力啊 拥有这个人脉的基础 那么现在不太清楚啊 在实力这些案件过程当中啊 是否就是 这个有限数啊 就追溯到了这个胡宋华啊 如果有一个案件 比如说某一个官员腐败案件的过程当中 经坦白查证素食啊 牵涉到胡宋华 我相信对胡宋华来讲 那就遭遇了灭的一个自灾啊 这就像这个孙政才一样啊 这个世界还来得及 也就是说还有两年啊 这个中共的20万 按照习近平原先的策划 他想继续执政啊 那执政 那肯定就要阻断这个胡宋华上升的路线 因为现在这个汪洋已经 看来没有机会了啊 他毕竟是政协主席了 也是最后一个任期 那么李克强也不用讲 国务院总理任满两期之后要退休了 那么即使他和习近平有缠斗啊 这个来日也无多了 现在习近平最大的这个政敌啊 就已经凝聚在这个 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啊 这个胡宋华身上 而胡宋华现在又比较活跃啊 习近平必须表面要给他一些工作 让他到各地一起 那么前几天他到了陕西啊 去这个搞一个脱平公结会 召集部分省市的领导开会 结果没有几个人捧场 搞得这个非常的冷漠啊 那么特别是省委书记胡和平啊 根本里都没抵他呀 那么这次到了安徽 这个不太清楚啊 这个李锦斌陪同他没有 但是肯定啊 即使陪同也是非常的低调啊 人们都充满对他充满的警惕啊 特别官场这些人员呢 消息都非常名通啊 肯定都是对这个胡宋华身 这个保持一种距离啊 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安徽啊 也就在六安这个地方 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化人啊 他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呀 他这个这个曾经写过这个一句诗啊 人间正气摧残尽啊 这个非常形象 也就是说在人间呢 现在这个由于这个中共集权统治造成什么 正气已经没有多少了 那么呢 惯日何曾有白红啊 就非常有气势 那当然了这位书法家叫司徒岳 在六安是非常有名的啊 在安徽也是很有名的 他未必是敢于就是说 具体指向哪一个领导人 但是肯定这种事情含义的深刻啊 在这个情况下 的确是人间的正气没有多少了 所以说这个胡宋华呀 我想象他啊 来到六安啊 看到六安这个风土人情啊 这个人节地灵啊 也会想起中国历朝历代的很多的这个故事啊 那么尽管呢 虽然这个六安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土特产 特别是叫这个六安的瓜片啊 霍山黄牙 还有这个酒 还有小雕酒啊 还有救命的仙草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啊 都恐怕不能使 胡孙华啊 这个高兴起来啊 虽然当地有26处风景区啊 也有著名的书法家司徒岳的故事 也有这首诗啊 但是对胡孙华来讲啊 那真是心里是无味杂陈啊 有苦难言啊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